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朋友 早上 周校長 早上 我是周靖文校長 國民學校看師中醫文幼稚園的新任校長 我今年第一年上任 我自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長洲人 所以希望可以用我自己之前所學的東西 可以應用在這間幼稚園上 我們學校的八學宗旨是 希望小朋友可以在五育方面均衡發展 我們很著重讓小朋友用第一身學習 換言之我們會經常帶小朋友外出參觀 讓小朋友親身去到那個地方 靠自己去感受和體驗去學習 我們這個學年都進行一連串的活動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中秋節 除了在學校會有一個中秋慶祝會 給小朋友做冰皮月餅 做一些傳統的手工 搓燈迷 做一些體能競技之外 在晚上我們準備了一個叫中秋夜遊中的活動 我們邀請了全校的小朋友 和我們的畢業生 回到學校 在整個長洲島 做一個日夜晚的遊鐘遊戲 去到每一個check point 會做一些簡單的任務 然後最後做了一個親子遊戲 去做終結 那一晚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我們學校 逢星期三已經走了很多年了 就有一個叫做周三多元智能課 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逢星期三的下午 我們會安排K1至K3的小朋友 會去體育館 去做一些不同類型的活動 我們今年的主題就是多元智能運動課 我們安排了花式跳繩 足球 和籃球班 給小朋友 去學習不同的運動技巧 我們就在學校 安排了他們玩Maxi Play自由遊戲 透過自由遊戲去進行感官的刺激 和參數 老師都可以透過他們玩遊戲的時候 去觀察一下他們的性格 和學習的能力 和習慣 我將我以前的教學經驗 引入了家長官課這個概念 可能你們想一般的家長官課 就是家長排排坐 坐在課室後面 好像一個讀學 看著老師去教書 一來這種官課模式會很悶 二來會被老師帶來很大的壓力 我就嘗試把家長官課 變成另類的家長官課 就是親子齊上課 他們的身份是幼兒的身份 全部來到都要當自己是小朋友 重新讀過幼稚園 他們來到學校 每人都為自己改一個名字 讓老師可以叫他們 我們希望家長用自己幼兒的身份 去親身體驗不同的課堂 音樂、體能、主題等等 和小朋友一起學習 他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榜樣 告訴小朋友 認真上課的態度是怎樣 玩活動、玩遊戲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樣做 今天我們已經做了三次的家長官課 看回家長問卷 家長給我們的評價都是非常正面的 都建議我們持續去舉辦這個家長官課 反而他喜歡出外參觀 自己體驗課堂會 其實那個形式是比較 他們比較容易入腦 例如上次西縣 他去到很喜歡爬爬爬爬爬爬爬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大家按一下 請休息一下 2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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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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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